大家好 我是Nitty 我叫葉佳靖 我是一名自由接案的服裝設計師 那我先做介紹一下 我畢業於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師 那我從今年1月的時候 開始嘗試做接案的工作 然後沒有在公司裡面當服裝設計助理 那開始這件接案的工作之後 然後我學到非常多東西 那我想藉由這次的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自由接案的服裝設計師所遇到的狀況 這個是我在今年1月的時候 然後我所做的畢業展 那熱熊沒有入圍 然後我覺得非常難過 然後但是熱熊沒有入圍 但是我常常找他來找我 他很欣賞我們衣服很喜歡 那他是要做舞台劇的 他本來預計在9月的時候 要做一場蠻大的商業類型的舞台劇 然後我就負責整個舞台劇的服裝 不過因為這個舞台劇他本來執行的很順利 但後來因為某個演員突然在 我們已經售票了 然後售票所有的腳本都已經全部對好了 但是售票之後呢 那個演員突然就說他不演了 然後原因是因為他覺得本不行 他覺得場地不行 他說各種藉口來推掉這個演出 然後也因為他自己的約還簽好 那我們其他人的約都已經簽了 那這個狀況是我第一次遇到 然後也沒有料成到 不過呢這一件事情就是有 就是在做自由接案的時候 會常常遇到各種突發狀況 那所以需要面對不同的 就是常常會需要考量很多東西 那這個是地展的衣服 就是稍微讓大家看一下 好 那麼高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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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